五介位于南投县仁爱乡法治村 此步道为曲滨古道 需远路折返来回约两个小时左右 日据时期提醒布农族不忘本 银水师园命名于师园吊桥 吊桥旁就是五介坝排沙口 都是日据时代建造 近年来在翻修维护 过吊桥爬上好汉坡 最为疲累的路段 五介坝主要的功能为浊水溪上游 吸水经由五介穿阔山引水隧道 导入日月潭除去 调节之外还有供水里吸发电厂发电使用 现今的步道相当好走平缓 前往瀑布续穿着硕西鞋 深度约脚踝左右 雨季来临时不建议前往 还可以拉着绳索辅助攀爬 经典中拉拉米斯瀑布因枯水期没有水 一达摩摩纳尔瀑布 有如山壁水彩化的摩摩纳尔瀑布 来到满江红民宿 住一晚彩色货柜屋 夜晚来场原住民室团康活动 并带领了我们一同欢乐 并且是台湾布农族一处部落 海拔760到820公尺 根据2019年调查 部落定居人口约250户 人口约1000人左右 地区人口约500 土豆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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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个大照 天还没亮就出发 据说来五次五戒 也只能碰碰运气 才能观赏壮丽景色 日出云海 仰望着群山 环绕都是三千公尺的高山了 还能眺望着五戒部落呢 云海云扑也是需要靠运气的哦 前往五戒一线天 乘坐当地业者安排四轮驱动车辆接驳 非四轮驱动车辆不建议行驶下来 车辆底盘过滴也不适合 引死于浊水溪上游 但因位于五戒水库下游处 此处遗迹期间不适合前往 远处上方就是引水道 其实那个就是把水引到日月潭 车辆往下游行驶 就能看见鱼头石与青蛙石 由于是越远车辆即使于溪水楼床上 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哦 国泰登山队共43位一同溯西前往 约2分钟左右就能抵达一线天哦 噜饭继续 您看来 我们看 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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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